关键时候M国把菲律宾给甩了 小马克思也杀眼了 就在这个月的15号 中国的海警新规落地之后 菲律宾接着就有大动作 6月17号凌晨 菲律宾瞄准人眼交 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运步行动 而且呢 菲律宾这次闹出来的事 性质也非常的恶劣 因为这次动手的 不是菲律宾海警 而是菲律宾海军 在这次行动中 菲律宾对中国正常航行的船只 进行了故意的危险接近 然后发生了碰撞 根据菲律宾的媒体GMA的爆料 情况发生时非常的惊险 因为这次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是从不同的入境点 同时多条船只尝试冲弹 结果都被我方的海警给拦了下来 而且跑来冲击人海交的这群菲律宾士兵 都是核枪时代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海警出手之后 菲律宾的士兵一枪都没有赶开 海警登船之后 交获了至少八支大威力的枪支 菲律宾的冲气厅也直接被报废了 可以说这次动手的是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很明显是肖马克思想要赌一把 司机升级局势把白宫拖下水 美菲之间虽然有共同防御条件 但是海警属于灰色地带 M国可以找借口不出手 但是这一次是震惊的菲律宾武装部队 和中国发生了冲突 菲律宾士兵还受了伤 那么按照道理来说 M国就应该例行共同防御的承诺 到南海来帮助菲律宾来对付中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小马克思选择了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 6月17号这个日子 中国海警新规刚刚落地 菲律宾挑衅中国必定下重手 同时呢G7刚开完元首峰会 在联合声明里对南海问题大放厥词 小马克思应该是觉得 M国哪怕是为了面子 也不会在刚刚喊完口号之后 立刻就在南海问题上装聋作哑吧 但事情的发展让小马克思很失望 M国这一次很真就是装聋作哑了 视而不见了 其实呢M国早就放着菲律宾这一手了 发现M国没有动静 不少人去看美西方近期发布的文件 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猫腻 也就是在南沙群岛 无论是菲律宾把事情闹得多大 都不会触发美非的共同防疫条款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菲律宾是在1978年 对这些岛提出的主权要求 而美非共同防疫条约是1951年签署的 1952年生效 换句话说M国承担共同防疫的地区 就不包括南沙群岛 M国这招耍赖皮 小马克思估计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小马克思给涮了 菲律宾船也报废了 人也受伤了 脸也丢尽了 结果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 可以说开了个国际玩笑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咱们再见 下期咱们再见